舅舅, 有見過爸爸嗎? 爸爸, 你在這裡幹甚麼? 哥哥, 我不見了女兒 你可不可以跟我找女兒? 不要緊, 你的女兒的電話多好 我幫你打給她 我的電話是9123… 不是…是9123… 不是, 我忘了女兒的電話 爸爸年紀大了, 沒用了 甚麼都做不到, 又沒有記性 我初時都以為, 女人家記性差點很正常 但越想越不對勁 之後我就帶了爸爸去看醫生 醫生說他患了初期認知障礙 我當時覺得很徬徨 除了帶他看醫生之外,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幫到他 陳伯是患了早期認知障礙症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一些針對性的訓練對他來說都會很有幫助的 陳伯, 陳小姐 如果你們同意的話, 不如現在我們就轉介給護士 跟你們講解一下這個計劃 和和你們做一個初步的評估, 好嗎 好啊 你好, 陳伯, 陳小姐 我是這裡老人科的護士 根據醫生的紀錄, 你患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症 我們會建議你參加自由醫社同行計劃 你們是可以去你們就近的長者地區中心裏 參加由他們提供的訓練和活動 政府推出這個計劃的目的 是想用一個暫新的醫社合作模式 透過醫院管理局和長者地區中心的合作 是在社區裏面為患有輕度 或者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和他們的照顧者 是一個適切的支援服務 自有醫社同行計劃的服務對象 為年滿60歲或以上 由醫院管理局相關部門轉介 確診患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的患者 或者由長者地區中心識別 為出現早期認知障礙症徵狀的會員 如果由醫管局轉介 醫管局醫生會初步 因選可能合適的個案 然後由資深護士 向患者及其照顧者介紹計劃 在得到患者或其照顧者的口頭同意之後 會為參加者進行相關評估 如確定為合適個案 會按參加者情況制定綜合護理方案 聯絡長者地區中心安排轉介 之後長者地區中心職員 會與參加者安排會面 簽署參與計劃同意書 以及安排訓練和活動 按個別個案情況 一般長者會接受大約5至9個月的訓練 以及支援服務 完成所有訓練活動的時候 有關人員都會為長者再次進行評估 了解情況 陳柏,你已經完成了所有訓練活動 你做得很好 看回之前的情況 你真的進步了很多 自從參加了中心的活動之後 爸爸整個人都開朗了 我們都慢慢知道 怎樣去和爸爸相處 個人都比之前放鬆了很多 幸好在困難的時候 我和爸爸都得到中心的幫助 政府的精神健康政策方向 是鼓勵社區支援 和日間護理照顧服務 並要建立一個精神健康友善的社會 另外,長者服務 亦是以家居及社區照顧為重點 院舍則作為輔助 自有醫社堂行計劃 正好配合政府精神健康政策 以及長者服務重點 在社區裏面為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及其照顧者 提供適切的服務 讓他們在熟悉的環境下生活 和接受支援 在未來的日子 政府會繼續致力優化相關的服務 讓更多長者及照顧者 得到更好的照顧和支援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本博》 確認